端午节到来 今年因为疫情 很多民众减少不必要外出 而今年交由各分驻派出所 情区同仁发放 陷阱局提供的20份爱心物资 也顺势宣导出入户外 和民众来接入 也要落实防疫重要性 不忘加强宣导防疫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来 今年因为疫情 许多民众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今年是由各分驻派出所 情区同仁发放 华丽县警察局提供的20份的爱心物资 也顺势宣导出入户外的民众 接触都应该要落实防疫的重要性 也不忘加强要宣导防疫 每天就尽量可以用两个体会 他如果不舒服的话 就是一二三一下 本局长表示 对于侠内弱势家庭 以及独居长者关怀工作 玉利分局长久以来 持续执行以及重视 玉利分局按照网例办理端午节的 弱势家庭关怀慰问的活动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关怀弱势家庭不取消 重要节日不因疫情有影响 向民众关怀更具有实质意义 一次关心多一份文心 记者高雄双预证采访报道